對 比賽開始 張家森一把冒險 往次閃電眼衝了下來 張家森紅包中間 張家森 我會讓你知道誰才是跨欄王者 誰才是跨欄王者 全明星張家森 跨欄開外掛被罵囂張 女生機特助現鄉民暴動 領香勁敵 其實我 不壓力真的很大 不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可能很多人覺得 這是我的項目應該難 但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每一隊的實力都很強 MVP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是我們整個紅隊 謝謝大家 相信我 支持我 謝謝大家 全明星藍隊新戰力圖善層 首次出場就被發派到死亡之組 在跨欄項目 對上押欄國手張家森 已經拿過全運會第八名的ZIN 而張家森最終以7.87秒刷新大會紀錄 連鐵餅也打破大會紀錄第三名的成績 拿下首座MVP 對 比賽開始 張家森一馬上升 往車的閃電眼衝了上來 張家森紅到中間 張家森 我會讓你知道誰才是跨欄王者 誰才是跨欄王者 連隊 9.79 連隊 8.09 8.09 紅隊 7.87 當初梅哥就問我說 跨欄須不要請跨欄教練 就很篤定他說 不用 紀錄呢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發言力 我要真正的對手指定 不要試幹掉指定 對 要告訴大家 張家森就這樣跨進粉絲的配偶欄 but有網友卻在他發文底下留言 看了你這集的不得體發言 招兵必敗四個字送給你 沒看到前傑臉色不太好看了嗎 講話不要那麼囂張 經紀公司沒教你講話嗎 對此張家森回覆 造成你的不舒服 我很抱歉 來對黃鴻軒也現身力挺 不要罵小生 最後張家森還特別發了線動 我的確講話有些超過 不夠謙虛 下次會再調整講話的方式 希望大家不要吵架 小編也在此附上前傑的名言 很多人說 勝不交敗不內 我覺得這句話就是狗屁 你贏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 不為你流著這麼多的汗水 而興奮 你輸的時候 怎麼會不為你過去的 這一些種種而難過 所謂運動家的信仰是說 不管你是贏或者輸 你重新調整好之後 再超越自己的那種喜悅 最後再幫喜悅配手BGM 除了小生 本週也來了一位 張華仙議長特助 這股掀器瞬間讓PTT留言灌爆 直出黃隊經理林香出現了禁忌 哈囉 大家好 那個我是議長的特助 然後今天議長特助 交代我帶這個打氣的飲品 給大家喝 嗨 特助 妳好 真好 還麻煩妳拿飲料 妳要一起跑嗎 沒有 但其實我國小也要做飲料 真的假的 但是特助 我跟妳說 我們隊的身高都滿高的 滿適合妳來加入 妳腳會長這樣 反正 黃隊好了 妳現在的姿勢滿高的 因為她的高度 然後身材都 對 又漂亮 運動員 你看 就只有妳在看那個 好 妳在這邊看 沒有 秦姐妳在我心目中很漂亮 謝謝 希望下一季也會抱到妳 霧而鼻子 唉唷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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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